敲敲门聊心事 听懂彼此心中没说出口的事 Super 99.1大千电台 敲敲门聊心事 我是念慈 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专业的自商心理师 王子欣 子欣好 大家好 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甚至连带的也要求他身边的人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 这个任务 比如考试也好 等等测验 他如果可以做到120分 他就不会只做100分 你们发现哪里怪怪的 满分是100分 我想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当中 其实前面两集我们谈到 这所谓的高标准高压力的学生 我们谈到是学生给自己的压力 他的压力来源可能有很多 是自我给的 可能是同才之间 校园学校老师家长 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都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自己对自己的标准很高 他希望能够成为那个one and only 在这个群体里面 那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吗 就是一件事情的发生 他一定是两边相对的 那么前面我们谈了孩子的部分 这一集其实我们要来讲的是一个高标准 父母可能呈现的样态以及他的孩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谈力应对 之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 我们要谈的呢 这一集要谈的是一个男大生 是一个大学生 那我们前两集谈的是高中生 因为高中生课业变困难了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120分 有时候要考几个都困难 可是到了大学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大学 大学没有一个这个一定要考几分嘛 就你修课是你感兴趣的 然后你要为你未来的准备 所以他其实并不像是国高中 他有既定的规定的科目 至少在大学 你学的是你感兴趣的 那我们谈的这个大学生的案例啊 我觉得比较特别 他是匆匆忙忙跑来预约啊 哦他自己来的 他自己来的 然后很着急 然后一坐下来就跟我说 老师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妈吗 想要沟通很好啊 对对对 我们得了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就一问之下 他才说 因为我拿不到毕业证书啦 你可不可以打电话跟我妈妈讲 讲说是我想要把你留下来吗 孩子怪怪 也就是说啊 我们大学念四年 顶多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事情 顶多到六年 休业年限是六年 可是他在六年期间 不管他休学再复学等等的 他没有办法拿到他要修的学分 他已经到六年还是没有办法拿到 他没有办法拿到 哎怎么了 所以确定没办法毕业 所以他非常的着急 跑来资商中心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妈 跟我妈讲说 我没有办法拿到毕业证书 那请问你要帮他打吗 不会吧 这不是我会先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拿不到毕业证书吧 这逻辑怪怪的 对对发生什么事 就一问之下才发现啊 大学的科系不是他选的啦 妈妈选的 妈妈帮他选的 所以不是他想要的一直念不毕业 可是他不转系之类的 他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吧 他一到大学之后 他就感觉自己脱离了家庭的规范 然后觉得这个空间太自由了 这世界多梦 太棒了 以前在未进入大学之前 他其实没有任何的休闲娱乐 每天就是补习 才艺功课 然后总是被教导说 你只要考上大学 你未来想做的事情 你什么都可以 我们好像都这样 对就是这样啊 这许愿方式大家都一样 全台父母都一样 就是你只要上大学 你未来想要干嘛就可以 你就自由了 对对对 所以他在以前 总是在补习才艺班 然后读书 他其实也并不知道自己要念什么科系 但是他妈妈帮他挑一个有前景的科系 觉得你念这个 这个未来出入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他也并不知道这个工作适不适合他 这个科系适不适合他 他就来念了 那来念就算了 一进入到大学 总是要给手机吧 对 要联络嘛 所以他第一次拿到手机就是上大学 一拿到手机就不得了啦 开什么玩笑 如果你在以前 就是上大学以前 你没有跟孩子讨论好使用手机的规则 他其实就是一个自律嘛 自我规范的能力 自律 自我控制 他之前没有被发展过 你突然给他大量的自由 他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样发展自律 所以他拿到手机走 超开心 里面网路游戏下载不玩 手游一大堆 有微型电脑 对啊 又可以追剧 有好多事情都可以在里面发生 再加上没有任何其他人际关系嘛 对 所以他就捧着那个手机 就开始 他就开始跟我说 怎么办 我自从大一拿到手机之后啊 我想说偶尔玩一下吧 就没想到有一些课 就没去上了 然后就被当掉了 然后大一大二心理想说 啊我以后再补回来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那个坑啊 越来越大 怎么补都补不回来 你只要一拿手机 你就会忘记时间啊 你即使重补修 你还是得花双倍的时间补回来嘛 但是如果你没有放弃 手机里面的游戏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出门 你怎么样把这些学分 甚至讨论功课的时间 都补回来嘛 所以他到最后真的就不行了 这被当太多课了 所以一弹起 就像刚刚念词你所关心的 就是你怎么会变成需要 老师帮你打电话 跟你妈妈讲说你没办法毕业 其实那个状况就出在手机游戏上 然后他一谈到这个 整个人就变得很懊恼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老师你可以帮我打电话给我妈 跟我妈讲吗 所以他其实 听起来不是要来资商的耶 他只是要一个替他顶罪的第三方公正单位 去说明他不能毕业这个事实吧 因为听来他都很清楚说我为什么不能毕业啊 所以你知道我跟妈妈沟通是一件好像很可怕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就问他说 洪水猛盛 对对对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需要老师 对对对啊 你自己不能吗 他就说 不行 我妈会把我拆了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所以老师要帮你挡在前面 对然后让妈妈砍一刀之后 先让妈妈拆光之后 然后他输完情绪之后 你就比较能够安稳的跟他谈吗 不会因为如果是我 我会觉得更生气 这件事的事情你惊得叫 期待老师怎样 他听完之后自己就笑了一下说 对啊 老师我真的需要你帮我挡一刀这样 然后我们就谈这件事情之后 我告诉他说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心理历程 就是他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他做错了 对他都很清楚 但他没有能力接下自己犯错的责任 他把这个责任放在心理师身上 老师你去帮我沟通啦 你去帮我讲啦 然后好像那个问题不是他的 对 是转嫁在别人身上 所以当一个人把问题抛设在外 就是把那个问题放在别人身上去 问题解决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关心的是 他怎么变这样 对 回过头来想就是 会不会从小到大 他的妈妈就是我们前几集谈的 直升机 跟推土机 没错 就是帮他把所有的困难都排除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 没有经验法则 没有办法发展出自己问题解决的能力 甚至他没有办法承担错误 对 所以以前都是妈妈帮他排除困难 妈妈帮他问题解决 帮他把前面的石头给我给铲开 可是问题今天 他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他砸痛了之后 他发现妈 脚不出口 妈在哪里 妈妈会杀了他 会砍了他 所以他赶快找另外一个人 来帮他帮忙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当他把这个问题抛在外的时候 他就是没有自己问题解决的能力 他也没有看到自己应该负责的责任 那我们心理师没有在帮忙挡刀 跟帮忙承担责任的 我们只是帮助你去看见你的这个状态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协助他发展 他自己面对问题的能力 跟面对问题的处理的策略 那这个是在智商里面需要发展的 那也反映出他从小到大 从来没发展过 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子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在前面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 你讲到一件事情是 他从大一一路念念了六年避不了业 当然除了手游之外 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你提到一件事情 他现在念的这个科系 是妈妈帮他选的 也就代表说 妈妈他其实有一定的经验值或期待值 他比如说期待说孩子 要让我当做老师 让我当做疑心 这妈妈想象中那个应该会很好过生活 很美好的未来 对 所以我们来想想看 你什么时候会帮自己设立标准 什么时候会帮自己设立标准 觉得他有前景有希望 可以带给我好处的时候 我希望达到他 你这个答案比较社会化 真的吗 是不是 你想想看你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叫你写的作文 我的志向 还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吗 自己期待吧 希望觉得那好炫哦 好棒哦 好厉害哦 大概都是消防员吧 警察啦 老师啦 对 奥特曼啦 之类的 美国队长啊 对啊对啊 就是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嘛 所以你刚刚谈的那个有前景有希望的工作 其实是不是我们社会化之后 才会找到一个务实的目标 太务实了 务实的目标 可是在我们非常小的时候 我们的想象是天马行空的 那我记得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啊 那个作文题目 我的志向 对你写什么 我写立法会员 真的假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样就泄露年纪 我那个年代啊 朱高正在台上啊 好慷慨激昂 打来打去啊 你是因为为了打架而来 就是 我那时候 小的时候看电视新闻 看到朱高正 在那个议会上的那个场景 跳上舞台 打来打去 打遍天下无敌手 然后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卡通嘛 看到那个 我觉得哇 好威哦 然后我就写了 我想当 会打架的立法委员吗 挂号会打架 我想当立法委员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人民 然后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等等的 当然也写到我觉得暴力是一个 这个很帅的行为 对对对 然后我们 我记得我的国小的一年级的导师 看到的时候就说 天哪 怎么会有人要做这个工作 他就拿出 比较粗的红笔 化掉吗 嗯 老师会用那种红笔 帮我打个X 跟我讲说 冲写 冲写 不要当立法委员 打架是不对的 当警察 或者是啊 当公务人员 嗯 这个比较好 所以我的志向硬生生就被改了 剥夺了 嗯 但我们谈的像上一个案例里面的那个妈妈 她帮她设定一个有前景的科系 对 孩子也很努力考到 表示她确实是聪明的 对 可是她其实也反映了 我们成人世界 嗯 蛮容易用自己的标准 嗯 在看孩子的志向 对 就是我就被被改嘛 嗯 可是到了国中之后 就会想要自己的自我期许 就会设定考试的目标 我得把它完成 嗯 到了高中之后 就会开始设定 大学要念什么 嗯 就会列你自己的志向 嗯 KPI啦 对 就是我的个性特质 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 跟志向 就不断被量化了 对对 但是这是一段自我探索的生涯决定 嗯 可是在我案例里面的这个孩子 对 没有这一段 嗯 他并不知道自我探索的生涯决定是什么 嗯 完全就是妈妈告诉他 做这个好 做这个好 嘿 那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 我本来想要念正大广电系啊 哎 我就把它放在第一志愿 结果被化掉 被妈妈化掉 我弟就飘过来跟我讲说 你以后台风天就泡在水里哦 记着连线啊 哈哈哈 是第二个扼杀你志愿的人啊 哈哈哈 就我们的自我期待跟生涯的探索里面 其实会结合自己的目标 嗯 跟别人的期待 嗯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不经意的一句话 嗯 就会让你有所改变 嗯 那当然你成绩可能考不上啦 哈哈哈 那个排序就会有点改变嘛 嗯 所以说我们是不断的在修正 形成自己的目标 对 它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嗯 不断改变的历程 嗯 每一个人都需要走上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 对 嗯 但是在我案例里面的这个 这个大学生 他没有 嗯 他妈妈就是空降啊 你刚刚用那个动作 空降 就直接空头 你就是念这个科系 对 好 嗯 有钱 嗯 未来棒 准 准 然后就给他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他少了一些自我探索的过程 嗯 所以他进入大学之后 他其实 我在猜他的潜意识里面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一定是 我相信是 对 他也不知道他去学校要干嘛 嗯 他就觉得 哦 这是妈妈决定的嘛 嗯 他根本不知道他念的那个科系到底要做些什么 嗯 所以他如果能够躲在网络的小小世界里面 他其实是快乐的 嗯 我相信 因为其实我们在谈说 呃 就是所谓的高标准的一个父母 我觉得也必须要讲说 不是所有天生的父母 呃 都是高标准 就是一出生就长坏了 那他可能也有父母亲 除于父母亲自己一段的演化的过程 那我们在早先的一些技术里面 其实有谈到就是孩子从小到大 他很主要的一个 呃观察对象跟模仿对象就是主要照顾着 不管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那个跟他最亲近的人 从他的幼儿时期 儿童时期到青少年 甚至到长大成人 他都是默默的在影响他 他有可能从小到大都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 或者说他 他希望成为什么 他所有的希望可能都是来自于父母 来自于妈妈的希望 妈妈希望他是什么 妈妈觉得什么样好 妈妈觉得什么样准 那就去了 所以也导致于说他其实完全失去了 解决问题的能力 甚至没有自己所谓期待的空间 是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啊 我们设定标准 它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我们会有自己的期望 再加上别人的意见 对 的综合之下的结果 所以有自我加他人 所以在这个学生 大学生的身上 你会发现他没有自我啊 然后都是妈妈给他的标准 所以我们来谈谈看这个爸妈 我们当然会无形当中就会形成一个标准嘛 对 那什么样的爸妈特别会设立标准呢 什么样的爸妈对自己要求高的啊 对 就是他自己走过了很多的路 然后他这个功成名就啦 或者他比较有威望 他比较权威的 他其实看过很多事情的 通常这种比较 社会成就比较高的 他就会认为我看的事情多 我处理的事情多 我懂方法 我也懂捷径 然后他就会很想要复制 自己成功的经验在孩子的身上 他也是心疼孩子 希望孩子不要就是绕太多的路 或者是说跌太多的脚 当然出发点都是好的 但是他的这个使用的方式 是会有一点点的暴力吗 可以怎么说吗 隐形的暴力啦 他会想要把自己成功的经验 给再次的复制 这其实也反映出父母的不安全感 他就很担心孩子不如他的期待 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啊 如果这个爸妈觉得 我这世人活流去啊 我就做不好啊 很多的爸妈会觉得 我这辈子啊 好像这个很辛苦啦 很辛劳 所以他们就会刻意的放大 孩子的所有的事情 对 尤其是学业成就 所以有两种爸妈 其实是会设定蛮高的标准 一种就是自己曾经做过很多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 所以他这个职业声望都不错 所以他就会希望复制自己的这些路径 那第二种就是 他可能这一辈子都过得很辛苦 他希望孩子不要像他这么一样的辛苦 对 所以就会花很多的钱 让孩子去做很多的才艺跟补习 那当然背后有父母的用心 可是如果这份用心变成是 前置孩子心理发展的这种管道 那就不太好了 所以很多的爸妈都会觉得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 我们不能只想现在的五年 我们想未来的十年跟二十年 长期计划 长期计划啊 那我们很常 就是在社会文化里面 你看那个功夫里面的那个包租婆 他不是跟他老公说 他就指着周星驰讲说 你看这个小孩如果好好栽培 将来就会当医生或律师 所以我们华人文化啦 很直觉的联想到 能够有前景 对 前方的钱 还有赚钱的钱 还有赚钱的钱 有前景的工作 就好像是这两个 这几个 当然现在很多有赚钱的工作 可能六法全书都有 这不是一个好的管道 但是其实现在有前景的工作蛮多的 并不像是我们以前过去这么狭隘 可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是这样长大的 我们就难免会觉得 这个安全 这个是好复制的 可是不见得适合现在的孩子 所以在我们文化背景里面 可能都会认为某些路是一个很通畅的 小孩子要照这个路走 他就当律师 他就当医生 他当老师 那就好像很顺利 对 可是在这个路上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追求这些成就的时候 很难让孩子在挫败跟成就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就是我们很少教 对 所以就会形成孩子只想要成功 而那个成功 他有时候不知为何而战 对 不知道是为了爸爸妈妈 还是为了自己 所以我们都会暗示小孩 你要追求成就 可是我们比较少教 怎么样在成就跟挫败之间取得平衡 就跟大家都会教你 怎么样寻找一个 比如谈恋爱找一个好的对象 但是没有告诉你说失恋了该怎么办 就是比较 我们的教育的过程 不管各方面 我们比较少负面表列 会闪过 我们比较少讨论这些负面的经验里面 带来的学习 没错 青春期的孩子 他们在找到自我 跟父母期待之间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点挣扎 然后想着想着 你知道独立是需要勇气的 是 叛逆也需要勇气的 可是因为这个选择 其实让我后面的高中三年 跟家里有点小小的革命 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男大生 我可能不知道我为何而战 一进去可能 因为不是我那么喜欢的 但是我又希望能够符合家里的标准 所以其实是有点痛苦的 但后来我在那个 高中都有社团嘛 因为我在高中社团里面找到了 我知道为何而战 但是那个社团对于一般父母亲来讲 你讨厌不讨厌 你讨厌前三志愿 应该要用功念书以后考上不错的大学 那社团的时间 他就是可有可无嘛 对不对 但是他觉得我花在社团时间 他觉得你不务正业 对 你怎么不好好当学生 还跑去玩社团 没错 对 就是一段革命的里程 对 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真实想要做的事情 确实是需要探索的 也需要勇气的 对 那爸爸妈妈说真的 他们也是为了孩子好 对 可是我们每一个父母 我们成长的经验 跟现在的小孩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能够想到的世界 也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 但我们习惯用我们认为安全的方式 来教我们的孩子 怎样才不会跌倒 他们认为那也是一种保护 对 这也是一种保护 所以这确实是不太容易 因为我们容易让孩子 在一个安全的道路里面成长 对 但安全里面 也是要符合孩子对自己的期望 跟想象啦 不然的话就会形成一种 我们讲的比较极端 就是一种不完 就是这个叫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就是我们好像会渴望孩子 能够期望达到某一些既定的目标 对 比如说年报 月报 周报 就是设了好多的计划 就是希望他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那第二个就是会特别的害怕错误 也就是说会很担心小孩 在这个计划里面 没有达成某一些事情 然后会担心他犯错 那渴望达成目标跟害怕犯错 后面的这个害怕犯错 比较会形成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那这个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其实反映的父母内在的几个担忧啦 第一个担忧就是他很恐惧失败 他很怕小孩做不好 然后就很担心他的表现不好 所以反映出的行为 就是会变成计划控 因为我不容许出错嘛 对 所以就会帮小孩设定很多的计划 对 比如说时刻都补 然后假日不能够做什么事 对 然后又担心他身体不好 规定每天要跳绳两百下 对 就是所有的事情 不管时衣欲乐 所有的事情都帮他安排好 他没有自己的兴趣 所以你问这个孩子 你喜欢做什么休闲 不知道 妈妈叫我跳绳 我就跳 妈妈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所以他就反映出 爸爸妈妈很担心失败 所以就会把孩子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计划好 再来就是啊 这个爸妈可能会有这个全有全无的信念 也就是他像是一个自动化的思考 你有看过那个工厂 在做罐头 就是这种自动化的思考的方式 他很担心小孩 这个没做到 就会这个没有 就叫做全有全无的错误信念 这是一个平管的过程啊 对 你没有成功就代表你失败 但是其实失败并不是失败啊 对啊 失败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讨论的 对 有些时候失败在挫败经验里面 我们去谈那个经验里面的学习 那反而是一个很可贵的一课啦 对 可是 但当下其实父母应该听不进去了 对 就像这个念词在上一段谈的 就是我们很少会去跟谈 跟孩子谈负面经验里面的学习 我们只看到 打勾 做到 很好 很好 你什么都做到了 那很少谈这些失败 对 所以这也反映出 这个不健康的完美主义的父母 他们脑袋里面就有这样子 全有全无的想法 他就会觉得你没做到 就代表你失败了 对 但是没做到不代表失败 不代表失败 那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一课啦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小的时候爸妈可能自己缺乏安全感 所以他才想要从孩子身上 得到某一些成就感 那在我案例里面的这个 男大生的妈妈 似乎也是这样 也就是他跟爸爸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爸爸后来也再娶了 那爸爸那边的家世都非常的好 那妈妈很自卑 他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如人 工作不如人 然后又离婚带着小孩 那他的爸爸都不管他啦 顶多就给钱 对 然后动不动就批评 就说你妈妈就是这样才会生出 你这样没有用的小孩 所以这个孩子其实在某方面 他也想帮妈妈争气啦 这好人格萎缩喔 所以妈妈自己也很辛苦的工作 虽然他的 他没有亮眼的学历 可是他做的事情 其实已经超过他能够负担的分量 比如说他打很多份工 然后他做的也都蛮好的 他很辛苦的把孩子养大 所以他也很希望孩子能够功成名就 很希望孩子能够表现杰出 小孩其实也接受到妈妈的期待 所以他其实反映的就是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妈妈 他想要透过自己努力 或孩子的努力 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所以这样通常就会让孩子觉得 我得过度努力 过度努力 努力已经是一个极正向的名词了 但过度 在妈妈身上也是一个过度努力的现象 因为他已经做的够好了 可是他还希望自己好还要更好 就是你说的120分 能做100就不做80 能做120就绝对不会只停在100 对他就会让自己做到120 至少还有20分的扣打 可以往后倒扣这样吗 再怎么扣也有100分 对这就是一种过度努力 所以我们在讲的这种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他其实蛮容易隐藏在过度努力的背后 所以让人没有办法发现 因为他就是这么努力啊 努力是一个我们尊崇的价值观 而且绝对不会有负面批评 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嘛 所以当他努力 但是他变得过度努力的时候 很难被发现 没错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 所以他反映的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恐惧失败 然后他有权无的概念 觉得你没做好就是失败 很严格啦 甚至他会很担心 这个不努力就没有成就 他其实是一种缺乏安全感 那可能听众朋友就要问说 那我身为爸妈该怎么办 对怎么办 我们讲父母端 我自己可能不见得察觉得到 那我如果一旦察觉到 我可以怎么做 我们来谈谈看 我们来检合看看有几个指标 你有没有具备这个完美主义的特征 我们讲的是特征 比如说第一个 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非常的严格 可是你做完事情之后 很少满意 没有成就感 就是总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或者是觉得是应该的 对 你明明很努力了 很认真的 要求很高了 都完成了 可是你做完之后 却没有带来成就感 你还是觉得不太满意 那第二个就是 你即使做了这么多 你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 就是有这种低落的心情 那第三个就是 你常常都会不断的回想 它很像是一个盘旋的念头 在你脑袋里面 不断的这个盘旋回正 就在想说 我到底以前做的事情 有没有做对 我有没有做错什么 也就是会不断的自我检讨 然后不断的检讨完之后 还自责 可是你明明已经做到一百分 甚至更好了 对 但是脑袋里面 还是会有这个 挥之不去的念头 就鸡蛋里挑骨头 骨头里挑骨髓 我当然在自我检讨 我到底有没有做对或做错 然后第四个就是 经常在脑袋里面 跟别人比较 各种比较 就是不管是你的工作 做事风格 跟别人之间的对话 各种细节都会不经意的比较 而且可能对别人的话 是高敏感的 别人可能无意把你跟AB 放在一起比较 但你就会觉得说 你意有所知 对 然后就会开始思考 我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人 同样的事情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做会更好 就会特别在人际关系里面 敏感跟紧张 那第五个就是 总是希望发生的事情 都是在可控制的范围 就是所有事情 都要在掌握里面 这就是我们刚刚谈的计划控 所有事情都要掌握 所以这五个指标 如果你有符合 就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自己有没有完美主义的倾向 那这样完美主义的倾向 如果你是爸妈 你可能就会用比较高的标准 在看小孩 上面这些标准 我要中几个 还是说只要有一个 可能就可以开始思考的对策 五个 五个全中才 那我放心了 爸爸妈妈对于这样子自己的一个超高标准 超高完美的心态 我在想这个处理事情的逻辑啊 是不是父母亲要先处理自己 因为你要对症下药嘛 你就是那个乱女 我觉得爸妈可能要先思考一下 当你的这个高标准 可能就会让你过度努力 而你那个过度努力的背后 是担心什么 对 是担心什么 是担心自己不够好 可是你明明已经够好了 然后你是担心计划会失控吗 可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能控制的啊 所以当一个爸妈妈妈 已经变成是一个不健康的完美主义者 首先要自我觉察跟反思啦 你才能够在你的 不管是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亲子关系 人际关系里面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如果你是爸妈 已经是不健康的完美主义者 然后再加上你又爱怒怒恋 你又爱责骂小孩 又常常体罚小孩 然后小孩一犯错 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你就一直念他 然后体罚他 其实就会养出这种 不健康完美主义的小孩 那我们想想看这样的孩子 他如果长期处在一个 他永远达不到的标准里面 然后他又被骂 又被体罚 他会变得很没有信心吧 然后我们看见的就是 这样类型的孩子 通常跟忧郁 焦虑 有一些关联性 因为他反复的在受挫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 才可以达到那个标准 那即便是今天 看起来是已经达到 如果我们以这个量化 也就是成绩来看 我已经达到父母的标准 但父母还是总是眉头一皱觉得 好像还不够考 你可以再怎么样 哇 那那其实那又是另外一个天梯 对 你才含到一个 我脑中有一些画面 就是我以前的个案都会告诉我说 他每次跟爸爸妈妈报告分数的时候 爸爸就会翻报纸 咻咻 差三分哦 这60差三分还是100差三分 100差三分啊 差三分没有100哦 然后他就会很受挫 但近几年已经没有翻报纸的声音 因为这是花瓶版 电子书 近几年我刚才都跟我说 他跟他爸妈在讲分数的时候 他爸妈眼睛都没有离开手机 但是他能够感觉得到 我们讲的那种非语言的讯息 就是感觉到父母对他的失望 贬低 空气开始突然变得安静 对 然后孩子 他其实会形成一个概念就是 我不知道跟爸妈谈什么 因为爸妈总是在看报纸 或在手机上 那我唯一让他有反应的事情 就是成绩 一百的时候 他就会抬起头来看我一眼 做得蛮好的 下次继续保持 很好啊 对 就是孩子会形成一个概念就是 我好像不知道要跟爸妈聊些什么 因为爸妈总是在忙他的事业 总是在关心国家大事 或总是在追剧 但是我只要讲成绩 爸妈就会转过头来看我一下 可是他没有办法每天都考一百分啊 所以常常有时候讲成绩的时候 会得到一些负面的 那个价值感或挫折 对 那一个高标准的爸妈 如果他又责骂又提罚 孩子确实很受挫 对 那更受挫的孩子是什么 又是什么 聪明的小孩 私忧的小孩 嗯 因为有时候智商是会遗传的 对对 如果爸妈真的表现非常接触 相对他孩子 高智商的比例也蛮高的嘛 那当然一个表现好的孩子 他智力范围又可以 他能力又强 嗯 那他的爸妈标准更高 对 其实他 就是一百五咯 就不是一百二咯 对 所以这种高之优的 或能力强的孩子 如果遇到不健康完美主义的爸妈 那其实挫折感跟压力 更重 更重 嗯 所以在那一些明星学校里面的孩子 当然孩子够好了 对 然后如果他的父母又是不健康完美主义的 那孩子承受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所以他其实可以再倒推回去我们前面的几书讲过的 他可能一直没有办法冲破那个标准或达到那个父母亲要的极限的时候 他就回过台来开始自责 嗯 开始掉入那个负面情绪的漩涡 是 然后开始想办法为自己解套 而这个解套的方式就有可能会导向我们先前讲的自我伤害等等各方面 或忧郁症啊等等 对 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好 他就很容易用自我伤害的这种行为 对 来惩罚自己 嗯 但这其实是需要被关心跟了解的 嗯 那各位爸妈你听完之后不要想说 啊 那我们不要给孩子标准 我们让他自由开心的成长 太自由 我们就让他放养 那其实这也不太好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对小孩是过分放任的 嗯 你不鼓励他 嗯 你也不骂他 嗯 他骂不见得是一个好行为 对 但某种程度他代表就是你会训练他某些规则 嗯 那如果你是放任的 不鼓励也不责骂 然后你都不管小孩 嗯 嗯 小孩其实也不会快乐 没错 因为他觉得不被重视也不被在意嘛 对 我们用个就是肉鸡 跟放山鸡的概念 你不要把他只有圈养在一个鸡舍里面当肉鸡 那你也不要让他放任着满山跑遍放山鸡 对 就是放山的肉鸡 哈哈哈哈 就是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跟非完美主义 嗯 就是他其实并不指导标准 对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我们不给小孩这些标准 然后他不用在意考试的成绩 他只要快快乐乐就好 其实你没给他标准 他也不快乐 嗯 因为这种非完美主义的小孩 他虽然不犹豫 嗯 但是他不幸福 对 因为我们的自由是在一个框架里面长出自己的 但是他完全没框架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他会不会的不幸福的那个来源是来自于说 或许他的同财之间 我们互相讨论会知道说 他的父母亲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那回过头来回到家里面去 对啦 看似父母亲都不管我 他也没有很严格的标准 就是让我自然长大 但是他会觉得说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不跟我讨论这个 我不被关心 我不被在意 父母亲也不认为说我应该要表现得好 对 那就好像一种 我不是一个被期待的孩子 嗯嗯嗯 那我们幸福感的追求 其实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体会到的 他就是一个 我想要变幸福的一个追求的路径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他是不被期待的 是放任的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当然也会不快乐 也会不幸福 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谈的这一些 这个父母不健康完美主义的倾向 对 害怕失败 嗯 然后这个很担心小孩表现不好 全有全无的概念 他只要失败的就是 这个很不对的事 对 甚至他自己童年缺乏安全感 嗯 所以他就会过度掌控自己的孩子 嗯 这是爸爸妈妈的特征 不健康完美主义父母的特征 嗯 那孩子在这个底下 他有一些适应不良的讯号 对 比如说他变得第一个拖延 嗯 延缓那个失败的时间是吗 对 嗯 他这种拖延并不像是分散注意力型的拖延 哦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对 打开电脑 嗯 就会先看一下新闻吧 哈哈 是新闻吗 不是 哈哈 是非剧 哈哈 就是会花个五分钟或十分钟 暖机 那是暖机 暖机 对对对 电脑需要暖机 对对对 人也需要暖机 对 我们要进入状态 是对我们就会花一段时间 或者是像我要做事之前 我一定要喝咖啡 我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 那是仪式感 仪式感 就是我们需要暖一下 嗯 那其实就是一种转换注意力的方式 嗯 帮助自己可以进到某一个工作 嗯 可是我说的这个拖延 嗯 并不是这种转移注意力哦 嗯 而是他都不做 嗯 他不开始 嗯 他不出发 嗯 我们泡咖啡 或者是看一下新闻 那其实是一个专注 这个进入工作的一个历程 嗯 是为了达到工作这个目的 嗯 可是我说的孩子 如果他出现了拖延的现象 嗯 就是他东摸摸西摸摸 嗯 但他就是不做事 就是不开始 嗯 他就是不开始 嗯 这种拖延 他其实就是 我害怕失败 嗯 因为不开始就不会有失败嘛 没错 嗯 我只要不出发 嗯 就不会有失败嘛 我只要不开始就可以了 嗯 所以他那个拖延 嗯 并不是分散注意力行的 他是预期我会失败 嗯 所以我就拖拖拉拉 对 所以一整个晚上就在那里闲晃 嗯 滑手机 嗯 然后他就是不努力 可是殊不知在舍来舍去 也是会被骂啊 哈哈哈哈 对啊 也是会被骂啊 对啊 也是会被骂 但是他就是 他认为 我只要不去努力 嗯 我考出来的成绩 因为我没有看啊 嗯 所以我这样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我想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嘛 但是 对 就不努力啊 他就是不想努力 嗯 就是拖延 那第二个就是 他的犯错容错率很低 嗯 低容错率 嗯 也就是 他明明已经考95分了 已经够好了 嗯 但是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这五分我没拿到 嗯 嗯 他的容错率就会很低 对 而且他会很沮丧 嗯 跟自我怀疑 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对 明明就差五分 就五分而已啊 为什么过不了呢 对 他的这个 很担心自己的犯错 嗯 怎么会发生 嗯 那第三个就是 他不允许反对的意见 哦 也就是 他正在做的事情 嗯 他 不喜欢给他 不喜欢别人给他意见 跟批评 他很担心别人的想法 会左右他自己的计划 嗯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他有出现这几个拖延 对 容错率低 嗯 然后不接受你的建议 嗯 然后你又发现他过度努力 嗯 比如说 他投入在这个事情上面 已经超过他原本该负荷的 所以我们青春期都会熬夜读书 嗯 但是如果你已经念到三点了 四点了 这有一点过度努力了 对 这就是一个警讯 嗯 我们需要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 不健康完美主义 嗯 所引发的适应不良的现象 对 那其实 我们谈了说 父母亲他可能会有的一个 不健康完美主义的样态 那孩子也是 我们都了解了 那接下来呢 我如果都察觉到了 有这个状态 我怎么样去扭转他 怎么样去让他 终止这个现象 因为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谈的 这些负面情绪跟自我伤害了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谈标准 对 也就是说 如果当你发现了 你们家庭里面的风暴 比较高了 对 你应该想想看 那个标准的设立 要怎么样符合现实 嗯 那这就是 呃 不完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常常都是因为设定了超高标准的规则嘛 嗯 所以我们的标准要调整一下 对 不要这么高不可及 然后在天空中 我们要稍微落地一点点 是可以达到 对 可以做到的现实的标准 嗯 那像我有时候早上会去跑步 嗯哼 然后有时候那个邻居看到 就会问我说 诶 啊 你怎么起得来 嗯 其实就是起床跟出门 嗯 起床跟出门嘛 可是遇到下雨天 对 就不要啊 就不会出门啊 嗯 太阳太大 就不要啊 也不要啊 就是 我知道有那个标准 嗯 我知道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它有弹性 它有弹性嘛 嗯 如果我下雨还跑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下雨也跑啊 出太阳也跑啊 嗯 但 我不要啊 我不要 就是我需要有个弹性嘛 那这只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各位可以去思考看 你怎么样设定符合现实的标准存在 对 那第二个就是 我就会念词弹到一个很棒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跟孩子谈挫折容忍力 嗯 也就是我们很少在谈失败之后该怎么样处理 嗯 可是失败并不可怕 失败虽然有一些负面情绪 嗯 可是那些负面情绪是需要 学习的 嗯 比如说小孩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 啊我们就越叮 越挫越勇嘛 嗯 我们就好像 我们也是这样被叮过来的 哈哈 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 对 可是有些时候 那个叮里面 当然有些玩笑是可以的 对 可是要跟孩子谈 这个负面情绪是怎么样 可以好好的去理解跟输压 嗯 好那 有的时候考不好 如果爸妈 高标准 嗯 又责怪 那你自己低头呢 这东西你怎么会考不好 两婚这两婚就不应该找啊 你怎么会出心呢 对啊 不应该做到嘛 嗯 可是我们应该要换一个方式 就是他出现了挫折 那我们怎么样跟他谈这些负面情绪 其实孩子 高完美主义的孩子 嗯 他其实已经够难过了 对 我们需要点出的就是 其实你已经够努力了 嗯 你也蛮难过的 嗯 然后妈妈也看到你 其实很不能够接受这件事 嗯 但是这个经验是很值得 你放在心里面体会的 嗯 就是你不可能每次都一百分嘛 嗯 你也不可能永远名列前茂 嗯 但你要让自己有一些退步跟失败的经验 嗯 那你不用担心你这样讲完 你的高标准的孩子就会 马上掉下来 从此一阵不觉 不会的 不会 因为高标准就是高标准 他就是一种人格特质 对 他并不会因为你这样谈 他就开始摆烂 嗯 并不会 但他心里面需要你能够接住他的这些情绪啊 嗯 那第三个就是 每一个人都是个体啦 对 虽然我们讲 派对出后顺 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 很希望孩子能够走出他自己更美好的未来 嗯 所以不管你是一个多么有成就的爸妈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生活非常辛苦的爸妈 嗯 但我们都要尊重孩子 嗯 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 嗯 他需要自我探索 嗯 他在他的生涯决定上 他需要找到对自己个性跟特质的行业 嗯 他以后才会做的快乐 才会做的长久嘛 嗯 不然他可能即使以后当了医生 他还跑去唱歌 哈哈哈哈 或者是他去做了别的事情 他才能够快乐嘛 嗯 嗯 那找到自己的兴趣特质跟职业的搭配 嗯 我觉得是青春期很重要的 嗯 另外一个需要探索的面向 嗯 因为其实父母就是父母 孩子就是孩子 那每一个人他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个性 即使这个孩子是你生的 他都不会是你的复制版 对 即使是双胞胎的兄弟姐妹 他们也都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都给彼此一些弹性的空间 不管是父母亲也是 或者是孩子也是 哦 那么乔乔们 聊心室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